在娱乐消息方面 侏罗纪世界继续横扫全球票房 他所创下的记录恐怕在短时间之内很难被超越 当然很多的资深影迷会不仅回想到 当第一部《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所推出的时候 他们人在何处 那份记忆是非常美妙的 而我们要告诉你 有一个人当他在22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才14岁 他看完之后走出电影院 从来没有想到他以后会跟这部电影有任何的关联 顶多后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跑去夏威夷的餐厅打工端盘子 当然这部电影后来在夏威夷拍摄 这一点关联之外 大概他再也没想到 他跟《侏罗纪》或《恐龙》会有任何的连接 但明明当中真的安排好了 他名字就叫做克里斯·普拉特·Chris Pratt 他就是这次《侏罗纪》世界所捧红的男明星 而其实过去他的整个心路走得并不顺利 是有一段时间因为自己身体发福 而变成了走谐心这条路线 他的体重最高成达到130公斤 但后来动作片也找上他 他刻意的减肥 终于在好几部动作片中展露头角 当然这次才被这次制片跟导演看上 当然这部电影立刻把他捧红 他的心血已经上涨到千万美元以上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电影 我们看看他这段时间 大家在考验他的恐龙知识有多少 还可以想见 在未来他的心路历程当中 将会非常非常的怀念这部电影 原区外的军方动物行为专家意外成为难英雄 男主角坚毅冷静 海帅气逼人 许多人眼睛位置已亮 却不太叫得出他的名字 他是克里斯普拉特 近两年才熬成一线男星 如今更因恐龙而爆红 连上节目都得被恐龙恶整 他上片美国各大脱口秀 但演的是硬汉 表情不能太夸张 爱搞笑的他 但其实他在片场常常是这个模样 他从没想过会跟着恐龙一起红 这个阻挡迅猛龙的动作 成为争相模仿的经典 引起热烈讨论的 还有他跟女主角踩着高跟鞋逃命的戏 没想到脱口秀主持人 突然拿出一双超大尺码的高跟鞋 问他敢不敢挑战 各位先生 您可以走得快速 克里斯普拉特 他真的稀感十足 不当鞋心太可惜 但回首过去 克里斯其实有过一段灰暗的过去 还是高中生时 他就不是乖乖牌 参加过摔脚比赛 跳过脱衣舞 遭退学后 还跑到夏威夷打工流浪 我曾经在马尔里住了一年 当我19岁 对 那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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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才渐渐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刚开始从小萤幕发跡 也演过一些电影男配角 但你能想象两年前的他是个130多公斤的大胖男吗 短裤差点拉不起来 这名大肚男胖哥也是克里斯普拉特 他过去演过不少胖胖的角色 戏感浑然天成 你不必要成为父母的 爸爸 好 停 我需要命令 这就是命令 体重在两年前的百万金先生 达到巅峰直逼300磅 但其实更早一年的凌晨命令 他又判若两人 所以UBL 你会在地上有电脑资料吗 为了角色需要 他完全投入 但身体忽胖忽瘦剧烈改变 健康量级警讯 他也有心告别肥胖 刚好星际义工队的选角指导 看出他的潜质 大力向导演推荐 但前提是他得练出猛男身材才行 他每天得运动三到四个小时 大变身的结果令人刮目相看 有一个名字 你可能会认为我 是《星星》 漫画改编的商业大片 把他推向好莱坞 A咖 红星未敏的他 还枪战戏时 一直遭到纠正 这次是 在年转截时 我在中间 我会一直在 我一直在问 我说 那是个真的良好 那是给我们 那只花了我们一千千万 花了一百万 在你嘴巴笑 时候让你嘴巴吃了 年轻的水果 使用 铺人物贵物款 如今他又因恐龙声势 往上翻 片酬也排升到一千两百万美元 回想自己22年前 看第一集《侏羅基公園》時 也才只是個14歲的小鬼 當我看了第一次《侏羅斯基公園》 我已經走開了 我的心想揭露 像是映像電影 在我面前裏製造的 當年的小粉絲 如今竟意外成了迅龍高手 嘿嘿 我剛才說了什麼 DELTA 我看你回頭 他成了全球新偶像 探訪古爾苑也要做出招牌手勢 36歲的他被視為新生代性格男星 接下來還將與珍寧佛勞倫斯 合作演出新片 演繹事業正要起飛 前途無可限量